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讲人 导寅养生宫 养生太极第一代传人 赵新老师 导寅养生宫和养生太极是以人体各系统发病的病因 病理未依据 以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辩证失智 以脏腹 经络 气血 阴阳 五行等学说 和现代医学的有关理论为指导 把导引和养生 肢体锻炼和精神修养 融为一体 紧密结合的自我医疗保健功法 是人们通往身心健康 延年益寿的一门综合性心学科 在北京体育大学 开设有导引养生专业 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是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全民健身项目 现已推广到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导引养生工 养生太极创始人张广德先生 生前是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中华武林白节 是仅有的一位及武术和健身器工 双九段的杰出人才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圈内人都说他是一位奇人 他在三十多岁时身患重病 又因过敏体质而无法用药 是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 在病魔的顽强抗争中 他以坚强的毅力和渊博的学识 开始创编导引养生工 在创编和习练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一天天慢慢地好了起来 几年以后 他以健康的体魄重回工作岗位 同事和医生都感到十分的吃惊 说他是一位逃离了生死线的奇异人 从此 该工法就开始在北京体育大学流行 后来 由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老年体育协会 推向了全国 张先生在九十岁时 仍著书黎说 指导学生练功 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导引养生事业 一生共著书一百三十五卷 含导引养生 养生太极和运动处方三大系列 创编各类工法 一百零五套 涵盖了从儿童到老年的不同年龄段 适合不同年龄的人群洗练 主讲人赵新老师 是张广德先生的入食弟子和得意门生 赵新老师 跟随恩师 习练导引养生功四十年 掌握了导引养生 养生太极和运动处方三大系列 基本功扎实 经验理论 功法规范 具有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 恩师对他的评价是 导引养生规范 养生太极 征徽 赵新老师 回国看望恩师时 向恩师汇报了在美国推广导引养生功的情况 张先生听后十分高兴 齐逼写下了一封推荐信 信中写道 赵新是导引养生功的继承人 多次获得国际比赛的第一名 为导引养生事业的发展 普及 为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 做出了贡献 张先生还挥豪泼墨 为赵新 书写了导引养生中心的匾额 这个匾额 寄托着恩师的 无限期待 这次导引养生功 养生太极工艺课 也是对张广德先生的棉怀和纪念 并以此为契机 把导引养生功和养生太极的课堂 办下去 使导引养生功和养生太极 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为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做出更多的努力 这是公益课的时间 均为美西时间 从2022年4月3日到5月29日 每周日上午9点至10点 地址 Zoom 爱迪号 6373-0192-79 验证码 123-4 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是由赵新老师演练的 健身气功 导引养生功 12法 让我们在这美妙的音乐 和优雅的动作中 结束这支视频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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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